上过来加班 习个游泳机 现在是四季 带着学员过来 等一下我们拆开 看一下有多张 这一款拆上面的面板 生姜杆 然后拆生姜杆的话 我们要强制断电 我们看一下有多张的 墙子断电了 看一下上面好张 看一下有多张啊 看一下 现在上面的面板拆了 我们拆下面这块板 下面这块板后面有两个螺丝左右各一个 拆了之后往上提 往上提就可以了 看一下下面这块板也拆了 然后现在就是拆这个玻璃碗拆风轮 我们看一下 它也是前面带一个小风轮的 你看下有多张的 太张了 这个也是所谓的双窝轮 游泳机 看一下两个风轮都拆了 看一下它窝轮里面 你看这个油 已经堵死了 可以养鱼了 看到没有 我们看一下这边这个 这边这个窝轮怎么样 这边这个也可以养鱼 看到没有 两个窝轮全部堵死了 两个窝轮全部堵死了 绝对堵死了 看下这个风轮 看到没有 等一下给它洗干净 大家再看一下效果 然后我就不拍了 我就给它洗了 然后很多人说很难洗 这个我觉得很简单 风轮的话就是把油泡软了之后再用刮刀刮 外表的话 外表的话就用敞了 把后的油给敞掉 凭药剂 来 我们看一下 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风轮 看一下 都生锈了 看到没有 已经是洗成这样的 已经洗成这样的 已经很不错了 好多都生锈了 看到没有 然后看一下这个 外表 还有我们的窝壳 都已经洗干净了 等一下 上面 上面的话 给它洗一下就差不多了 然后给它装上就行了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正在洗这个面板了 看一下 好脏 屏幕生锈了 主要是那个 线路壳上面生锈了 好 看一下 这块油衣机洗好了 我们试一下风速 看一下 不是 摄影吗 我看不下 那是什么 我看不下 就看不下 我想跟 战 是什么 我们这边 感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